全球新关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新加坡9月30号要举办疫情爆发以来 亚洲首场的一级方城市赛车比赛F1 伴随着这场赛事的 还有各种演唱会派对好多好多热闹的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重返2019年 疫情之前举办F1的盛况 F1新加坡战在2019年之后 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办两年了 如今终于在30号正式回归 全球好多的车手都要来参加这场比赛 那新加坡战的这条赛道也是相当有特色 平常还是公路 遇到比赛的时候就会全部封起来 这场比赛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那这一次F1的比赛 门炮销售的非常快速 也带动了新加坡的饭店价格狂飙 就算饭店的价格 比疫情前甚至高出了50% 订房的状况还是非常踊跃 尤其是位于在赛道周边的这个房间 甚至有高档顶级的派对套房 每晚的房价充上7万美元 大约新台币一个晚上就要花你200多万 F1赛车重返新加坡战的情况有多热闹 你从相关产业的价格波动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得到 毕竟是睽违两年之后重新举办 不仅吸引了广大车迷摩拳擦掌杀到新加坡来侨胜 同时也刺激了新加坡观光业的强力复苏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国际赛事的经济效益 到底有多大 首先我们看到这张图 哇 你看到这个车道 就是这个新加坡站F1的赛道平面图 全世界的各位车迷们应该对于这条坐落在滨海湾的赛道相当熟悉 除了开创先河作为F1首个夜赛赛事 以及地理位置接近成为了车迷入场关键的好地方 这里也带来了很多的经典赛事 那这个赛道呢全长5公里是一个典型的这个街道赛赛道 那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弯角都是中速到慢速弯为主 那当然根据门票的不同 你能够去的区域也不一样 票价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哦 那这一次的票价呢我们看到了98到1万新币不等 换算新台币的话大约是2000多块 一直到22万 你没有看错哦 这个落差也太大了 基本上来讲就像我们去看演唱会啦 听演讲啊住饭店一定是位置越好的价格越贵嘛 那就以F1的场地来讲 当然是位置越高 视野好 把整个看场地看得清楚价格就越贵 所以最贵呢呢往往都是高高在上的这些包厢 就是这张图当中哇粉红色圈起来的这一块哦 这里的座位呢相当接近跑点跟终点也很接近维修站 所以咯坐在这里的VIP们啊拍照啦看比赛啦都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大家当然都想要往这里来买票啊当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高 不过呢不过呢可不要以为这么惊人的票价销量就会不好哦 虽然当局没有公布门票销售的具体数字 不过已经透露了今年比赛的门票销量已经突破了疫情爆发前就是2019年上一届的记录 甚至还创下了2008年首登新加坡以来最高门票的销售数量 哇你就知道大家被闷了两年终于要趁着这次的F1刚快来看一看了 那就是因为疫情来第一次办F1所以门票大热销 全新加坡的酒店也是大热卖几乎是一房难求 而且越贵的卖越好哦 旅游网站就发现啦在F1比赛期间 搜索宅度假就比过去三个月增加一倍多 那酒店也很有感啊 自从宣布要办F1之后呢 哇马上就接到这种全球各地的询问电话 房价多少啦 可不可以现在赶快订房啦 可不可以看到赛道 那赛车潮刺激了酒店的生意 房价至少增加三倍以上 所以咯您看到了整个房价 大约是介于1240元到2580元的新币 大约是新台幣2万多一直到5万多不等 那新加坡呢 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举办这些重要的国际赛事 因为呢他们的防疫做得还不错 新加坡广泛地接种疫苗 而且后来呢 他们决定跟病毒共存 取消了所有的防疫限制 那这一次呢 举办F1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它有很多代表性的意义 新国联昌国际私人银行 他们就说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这是自疫情以来 照耀新加坡最亮的一道光 也是摆脱COVID-19疫情的盛大派对 F1对新加坡的经济贡献太重要了 新加坡旅游局就统计过 F1在2008年首次登上新加坡的舞台以来呢 就已经创造了超过15亿新币的观光收入 大约是新台币300多亿 F1的热闹登场对新加坡来说 不仅仅是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而已哦 更重要的是宣誓新加坡回来了 新加坡交通部长一华人就说了 这一次的F1赛事代表了 新加坡已经证明自己尝试回归 他们已经准备好能够举办各种世界级的赛事 这代表新加坡还有国际间呢 对于这种体育跟娱乐盛世的需求跟兴趣都非常非常大 那新加坡的目标呢 就是要把F1这次炙热的气氛跟体验 带到新加坡每个角落 那F1带来的不仅仅是门票场内收入 当然也带动了航空业 带动了酒店带动了餐饮 像是赛道旁的这个滨海湾的 这个宾乐亚甄选酒店呢 他们还招待一支车队哦 他们就说了 这个酒店的房价比疫情前还要高 那面对赛道的观赛房间哦 每晚2500新加坡员起跳 而且已经爆满了 那连他们酒店的会议室呢 也全部被企业客户包下来观赛 有多热络呢 2019年也就是疫情之前哦 专门为F1而来新加坡的游客 看到大概待三到四天 看完比赛顶多再多待一天 差不多就飞走了 但是今年不一样哦 因为你看 他们现在要举办F1 这一次来的人 因为关太久了 太久没有出国完了 所以这一次为了F1 飞来新加坡的旅客 根据统计 他们不是只来看F1 而是顺便观光顺便旅游 好 根据调查哦 这一次呢 有两成以上的旅客 大概会玩个六到八天才会飞走 你看这六到八天之内 所有的吃喝玩乐啦 消费啦 就刺激了多少新加坡的经济活水 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教授 卢耀群就说了 F1这次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收益 更奠令了新加坡承办盛事的地位 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新加坡疫情控制的好 又比其他邻近国家还早解封国境 所以啊 经济大爆发 吸引了世界哦 这个顶尖的会议还有展览 全部都选择到新加坡来举办 那新加坡旅游局就说了 这一次围绕在F1赛奇举行的活动 多达25个 这个数目真的已经回到了 疫情前的水准 包括了像是 这个亚洲的高峰会啦 富比是全球CEO大会啦 都在F1赛前几天来举行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从今年4月7月以来 一路的都有一些国际的赛事 那从9月份开始呢 好你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F1赛车 另外在投球亚警赛 另外还有国际邀请赛 还有环发的单车赛 另外包括了球友啦 还有扎达马拉松 从现在一直到年底之前 好多好多的比赛 都要来在新加坡举办 那其中呢 值得讨论的就是这个 扎达马拉松的回归 往年这个比赛啊 都是在香港举行 是香港很重要的国际赛事之一 可是呢 香港直到现在啊 防疫还是相对比较严格 不过 香港官员认为 他们对香港的观光 还是很有信心 任务在疫情完全结束之后呢 香港绝对具备非常良好的条件 来复办各种赛事 所以香港一点都不担心 这些赛事会有去无回 因为国际题台上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只要香港争取 就可以复办 那除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体育赛事之外呢 好我们看到的新加坡 也拿下了不少的国际会议哦 有一些国际会议也是选择在新加坡举办 像是我们看到的米尔肯 亚洲高峰会 还有富比市的全球CEO大会 都是选择在新加坡来举办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米尔肯亚洲高峰会 那这个高峰会呢 非常重要 这一次总共有22国的政要 还有各界的企业代表 1000多人齐聚一堂 那今年呢就是要来讨论世界转型 还有推动正面改革 谈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敏感的国际议题 那通常这种国际的大型会议 都会选在比较具有一些国际地位的国家举行 或者是说非常重要的这个地点 那由此可知 新加坡在国际上 当然也算是奠定了相对比较稳健的国际地位 那不仅这些国际盛事 选在新加坡举办 好多国际大咖也在这里办演唱会 好我们看到西城男孩啦 黑眼痘痘啦 还有这个很多国际当中非常知名的这个明星 甚至包括了亚洲 像是林俊杰啦 五月天啦 周杰伦啦 也都曾经在这个新加坡来举办巡回演唱会 所以您认为 新加坡的国际地位 是不是已经强势回归了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言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